Holy Share 哈囉大家好 我是Sherry 今天要來Holy Share就是 驚奇隊長太兇啦 在影片開始之前 也請按YouTube角訂閱我們 也可以用三顆茶葉蛋的價錢 加入會員看更多未公開的搞笑影片喔 第一次新聞 驚奇隊長主持脫口秀 深V 禮服超吸睛 網友驚呆 當驚奇隊長太可惜了啦 看到這個位傻眼 因為真的太大了 說到驚奇隊長 大家應該都不陌生吧 而且他最近幫知名的主持人 Jimmy Kimmel 代班 大家也看到他 深深深深深V 的低胸開高岔禮服的畫面 眼睛都快掉出來了 粉絲們也不斷的轉貼這系列的照片 就連節目的官方推特 都忍不住上傳一堆仰眼照 稱讚今晚的主持人特別耀眼 想不到在漫威被戰袍包緊緊的驚奇隊長 那麼有料吧 挺到爆 32D 喔羨慕 驚人隊長 而且布莉拉森在節目裡面 彈笑豐盛的自信聲音 許多網友看見了 這麼辣的驚奇隊長 都忍不住的說 如果這個是電影巨招 那一定不會輸給黑寡婦的啦 他又會演戲又會主持 不要再說他是花瓶了 有奶又有腦 好不好 哈哈哈 -誰是你最愛的女性超級英雄? -Wonder Woman -喔 -喔 -OK -是因為我沒有說嗨 我走出來嗎? 再來是第二則新聞 酷寒戰士全新戰袍謝基密 健身雜誌寫真超性感 最近有網友分享了塞巴斯丁石漢的最新照片 他穿著酷寒戰士的最新造型 已經出現在美國喬治亞州的一家咖啡店 照片中可以看到巴奇的外型換了一顆利路的短髮 而且亮點是左手臂上佩戴著泛金屬的手臂喔 看來酷寒戰士的裝備升級了不少 但是有一點我覺得很奇怪的就是 漫威做事一向是很謹慎 怎麼可能會讓他穿著戲服去買咖啡 所以呢 有問題 這一定是為了要宣傳 哈哈哈 好啦 那剛剛給大家看了驚喜隊長的養眼罩之後呢 我現在也來跟大家分享一下 塞巴斯丁石漢的養眼罩好了 他最近拍了一系列健身雜誌 Mass Health的性感寫真封面罩 從照片可以看到他的身材 真的是不輸給美國隊長喔 第三則新聞 此事聖誕醜毛已經爆紅了 二作劇背後有大洋蔥 聖誕節又到了 大家還記得去年 萊恩雷諾斯穿了一件超醜的毛衣嗎 這一系列二作劇成功的照片 也在全球爆紅 不過經過一年之後呢 修傑科曼居然親自穿上了這件醜毛衣 許多網友都說 對不起了 萊恩雷諾斯 修傑科曼穿的這件醜毛衣 顯然比你還要好看啦 不過其實修傑科曼今年穿上這個毛衣 是因為背後有支持慈善活動的意義喔 就是在去年這個二作劇爆紅之後呢 萊恩雷諾斯就突發奇想 幫這件醜毛衣拍了一個感人的小動畫 目的是要號召大家為這些病童進行慈善捐款 而且只要是任何人捐款到Sick Kid基金會 萊恩雷諾斯本人就會捐出 跟募款總額一樣的數字金額喔 只能說這個小賤賤真的是又聰明又善良呢 而且你知道明年夏天電影院都是萊恩雷諾斯的天下嗎 因為7月有喜劇片脫稿玩家FREAK GUY 然後8月呢又有殺手保鏢的續集 殺手老婆的保鏢 感覺這兩個都超好看的 應該都很好笑 PLEASE MOTHERFUCKER WHY ARE WE ALWAYS YELLING 那在下一則新聞開始之前呢 先進入我們的問卷調查 哈囉 卷 嗨 聖誕節快樂 聖誕節快樂 你知道這是什麼嗎 蛤 這是什麼 為什麼你搬走來 嘿嘿 什麼啦 什麼啦 你知道他是誰 教父嗎 今天要來介紹的就是這個 Q版的教父 超可愛 這一間叫做阿斯瑪的玩具公司 那他在美國非常有名 但是 其實他們是一個台灣的公司喔 你看這邊的細節做得超好的 而且他的關節都可以動 不管怎麼拍都好看 而且還有這隻小貓咪 最近我們跟他們認識 所以想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那如果有喜歡的朋友呢 可以直接跟我們購買喔 在他們的官網上面 定價是800加運費60元 就是860元 可是如果是TEEPER的粉絲的話 有優惠價是 韓運費780元 也就是九折的意思啦 那詳細的介紹 還有跟購買的方式都在下方 那我們回到Sherry吧 好啦 那接下來進入第四則新聞 汪達與幻視片場秘密曝光 天劍局將出現在影集裡面喔 根據外國八卦媒體爆料 他們在汪達與幻視的片場 拍到了一些照片 除了伊莉莎白歐森 坐在台階上講電話之外 還有驚奇隊長裡面 那個小女孩長大之後的演員 佩瑞斯 -我看得到如何? -新鮮 再來這套服裝 可以看到識別陣 還有背後的建築的玻璃上面 有天劍局的LOGO 那這個天劍局在漫畫中 是由外星人還有地球人組成的 主要是負責解決星際糾紛 還有抵禦外星生物的威脅 但是目前我還是不知道 這個天劍局跟莫妮卡 為什麼會和1950年代的汪達 出現在同一個地方 很可能這個汪達與幻世的故事 時間點不只有一個吧 大家覺得咧 而且之前崔也有說過 這個影集是MCU第四階段的關鍵 會影響到接下來的所有故事 可見它有多麼重要啊 除此之外還有一個新成員的加入 也就是凱撒林哈恩 他將會飾演劇中吵鬧的鄰居阿加沙 這個阿加沙其實就是反派夢魘的追隨者哦 想要更了解這部影集 可以看崔之前拍的這個影片 再來第五則新聞 漫威影集月光騎士選角 漫威總裁對哈利波特動心啦 迪士尼的串流平台Disney Plus 除了第一個要登場的是 烈鷹與酷寒戰士的影集之外 接下來也會翻拍更多漫威漫畫的角色 而前幾天就有外國媒體爆料 漫威的老闆凱文費奇 看上了哈利波特的男主角丹尼爾 目前凱文費奇想要讓他演的角色 就是月光騎士馬克史貝特 這個角色簡單來說就是月亮出來的時候 他就開外掛了 之前也有消息表示 金怒里維和第二代蜘蛛人安德魯 都曾列入考慮的名單 但是以年紀還有出生背景來說的話 只有哈利波特最適合了 因為他跟月光騎士一樣 都是出生在美國芝加哥的猶太家庭 而且年紀也很符合 大家希望這位霍格華茲巫師 轉變成漫威超級英雄嗎 YA 最後一則新聞 驚奇四超人重啟 他將會變成最大反派 漫威爆料專家透露最新內部消息 最後跟大家說一個 跟漫威有關的最新謠言 就是漫威知名的爆料者 Mikey Salton透露 凱文費奇已經計畫要重啟 驚奇四超人了 而且裡面的大反派 確定會是行星吞噬者 但是因為凱文費奇想要介紹更多 驚奇四超人系列相關人物 並讓他們待在MCU裡面 所以除了福斯版之前介紹過的 銀色衝浪手之外 新人物Frankie會是這次的重點喔 而且Frankie在漫畫裡面非常的特別 一開始是霹靂火的女友 接著又會接手當銀色衝浪手 然後還會成為新一代星星Nova的身份 可以說是讓粉絲又期待又怕受傷害 不知道Frankie的出現 會不會代替原版Norin的銀色衝浪手 又或是Richard跟Sam的星星呢 我是覺得應該不會被代替啦 因為Norin這個銀色衝浪手 還有Richard跟Sam的這個星星 他們每個角色都可能變成一個商品 所以商人應該是 嗯...沒當的 好啦那今天的影片就到這邊 以上還沒有上映的電影還有影集 你們最期待哪一部呢 我是蠻期待望達與幻視還有殺手法 不要餓我覺得應該會蠻好笑的 那最後喜歡我們的影片也可以訂閱我們 或者是追蹤我的頻道 或者是訂閱我的IG 或者是可以加入我們的頻道會員 看搞笑的影片 也可以在每周四在Up Live上面 跟我們一起直播聊天喔 那就這樣啦 掰掰 我要給大家看我的醜毛衣 看得到嗎 嗯...站起來對 我的雪寶的手會動 對啊這包裝紙啊 我拿包裝紙剪成一個雪寶的形狀 但這個襪子滿好看的 是不是...還不錯喔 我本來想說要在裡面放很多糖果 然後給你們拿起來算了 在我內內這邊有點害羞 給大家看一下我們攝影師的醜毛衣 他叫什麼 他還有英文 這個... 是熱楼公公暴露狂 大家還記得去年聖誕節 去年 Last Christmas I gave you my heart 聖誕節又到了 大家還記得去年秀傑...秀傑可沒 追隨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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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2滴耶 可以...可以這麼大 那個勾 我真的是... 只能說我看的時候是目不轉睛 大概只有我的屁股可以擠出勾 我真的沒辦法 好啦 祝大家聖誕節快樂 那想看練模式在演什麼的點 點這邊 想看小蜘蛛人喝醉酒 講電話點這裡唷 電模式很好看 歡迎去看 但是...沒有18歲不能看喔